台湾大学 虽然台湾这个大学院 已经整个病局现在也没什么大意外 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实际上点评的点评还是很多 我想就分这几个来谈 第一 民进党为什么赢 第二 国民党为什么赢 第三 未来可能性 我们现在看到了 中总大选整体来讲的话 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因为实际上在选前 对于民意调查来看的话 才已经始终领先 这两位数以上的百分点 中总大选变乱以后 跌了五到六点的话 也始终领先十八点以上 所以差不多在十八点到二十五点 那么跟大学出来的票来看的话 比较巧合的是 蔡英明得的票跟马亦游当年得的票是一样的 所以台湾这些数据啊 台湾有时候也蛮贤乎的地方 那些数据啊 你看看 数字啊 有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说那个六百多万票 门口这个票数都一样的 这个几率很少 但是他就一样给你看 就表明了这个 而且在蛮有连任这个时候 蔡英文是输得很多的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的一个中国参选人 在中国人的地区里面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也是开创了一种可能性 对吧 那个台湾媒体是把它讲了多少是第一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至少说 这个从女性这个参政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他它不单单是台湾的问题 而全球的问题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大陆的来的女性 在这个地方发挥很多的作用 因为你们受的束缚最少 地位最高 半别的天少就半别的天了 三分之二的天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我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实际上蓝营的票 因为我跟蓝营也比较熟 我跟绿营也比较熟 蓝营的票几乎开得错 最重要的 大家都说这个国民党 怕不够左水系 但是现在民进党打进了台北市 对吧 那个 以前这个就是南部我们不要讲了 南部这个立法委员全部一片里 好多说呢 儿子郝龙斌 在基隆选 也败掉了 但更大的问题 最重要在立法委员选举这一块 我们来看的话 是有很多新的点的 我们现在表谈这个时代力量 黄国昌啊 就是小红啊 就是他的兄弟被整死了嘛 然后所谓他一个人对国防护 这个就是说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 这里还是做的确实不错 那么然后乐坛的一个主角 是吧 那个赢了 但这个赢的关键点在于 除了台中以外 主要是台北 台北 是南营的票仓 台北市最大的登局地 如果我们把时光放回李登归 1996年开始总统直选的时候 整个台湾的中间选民加泛兰的票 是多过泛兰的 对吧 整个一个票 整体 整体票 南部 我们不管讲这个沟雄也好 是吧 那个台南也好 除了那一块以外 整体的这一个是泛兰票 那么台北这一块是绝对的来赢 因为外省级的基本上18年49年过去的 200万250万人 开支善业 除了眷村在高雄 在其他地方都有一些 但是主要的居住都在台北 所以如果我们从政治版图来看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台北的泛兰支持者还是很多 但他们没出来投票 这是第一 对吧 第二 泛兰不但把他的基本盘动出来了 因为在台北 泛兰的基本盘 差不多 从我们讲台独的票 台独的票率是怎么样 以前 差不多就是三成 我们讲奎派 这个很有意思 数据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三成基本上都是一个独派的一个基本派 在蒙特尔 基本上要求蒙特尔独立的三成 这是铁单的三成 那么我们把这个台北 就算是七成是泛兰的 三成是整个绿营的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票全部都没结论 再加上 再加上 所谓年轻人的票 年轻人的票加起来 这个中间选民的这个票加起来 那么泛绿的版图 打进了台北的心脏 那么这个是国民党需要反思 泛兰也需要反思 那么当然说民国党 清明党 新党 都在台北刮分了一点点的票面 但是从选举的结果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并不刮分太多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还是从 蓝绿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在立法委员这一块的选举的话 泛绿打进了台北 但是泛兰仍然跨不过去 南部 对吧 跨不过去 但我呢并不是很悲观 我在这个 我在下礼拜 就有一些文章要写的 就是不用那么悲观 台南打不进去 就表明泛绿 它这个阵营的整体的感觉里面是封闭性的 对吧 它是封闭性的 一个区域 或者说选民的构成 它的明天并不是很光明 因为你是封闭 台北能够让绿营进来的话 表明台北这个地方已经走出了原来封闭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在评论政治的时候 基本上从逆反的一个反向思考的角度来谈问题 我一方面是强调common sense 如果我们大家都回到common sense 我们今天华人社区 许多人也是没有回到common sense 如果回到common sense的话 许多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们许多问题出在 我们没有common sense 但是另外 从创新思维 从新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几乎没有反向思考的习惯和可能性 因为什么道理 因为你是在那个土壤里出来的 不允许你有反向思考 但是如果我们从反向思考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今天不讲投资了 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也有一种思考 就是反向投资 如果中国人民币真的要跟美元打 要跟美债打 要跟TBO打的话 那很简单的方式 如果我说要用一个方式 对错另外一回事 你就相反思考 你可以跟国际社会讲 你买人民币的债券 国债 是吧 只要美债 升 我这个债就跌 只要美债跌 我的债就升 你只要反向思考就行 因为对任何投资人来讲 他第一是保值 对吧 他还不是赚钱 大量的钱 他最重要的投资 就是要保值 他最担心的 放在一个篮子里 最后就被这个篮子牵着走了 对吧 所以你只要保值嘛 我从保值的心理来讲的话 那至少 外国中央银行 一般买美债 一般买中国债 大家同意吧 然后我买了美债 我保这个美债不损失的话 我买中国债 至少你保嘛 最后两天都一起升 那你就赚大了 是吧 所以反向思考 在我们当中是非常重要 在我们看问题的时候 但是我们华人很难起来 因为我们把华人 基本上是顺上了 我们华人基本上是 官本位的一个思路 我们是跟着权力走的 所以很难产生反向思考的 这一个特征 最重要我出国很多年了 离开体制很多年了 然后又在几个文化当中游走 所以形成了比较强烈的 一个反向思考的方法 所以从反向思考来讲的话 台北是有生命力的 也就是说 将来台湾的发展 它的重心 仍然不在台南一定在台北 所以它现在可以变成 这个版图有所开放 问题是将来国民党怎么做 对吧 是不是 你不能再依赖 含内投票 这个问题跟马亦就直接也谈过 你欺负人太甚了 支持你的 你政策不偏向他们 偏向伴侣的 然后投票的时候要含内投票 这世界上哪有含内投票的事情 含内投票是意识形态 含内投票是不符合comma sense 我为什么要含内投票 这家伙都不为我做事 我为什么要投他 你说对不对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团内投票的概念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跟 人的本性是不相合的 是吧 广播公司的总经理 国一企业的 原来清党的 新党的总裁 他说你恨马亦就 你也应该投票支持他 我在台湾写一个文字 我说你扯大 恨他还要支持他 这个是不光谈嘛 是不是 我说你这样讲的话 无非就要保住你这个 官位官营的董事长 这个肥菜来 是吧 你如果真的爱国民党 你真的爱马亦就 你早就应该形成 很强大的游说团体 那马亦就改政策了 对不对 他的性格是比较偏执 他用人是比较少偏执 那如果大家都爱国民党的话 那就要出差遍吧 是不是 你们平常捧着马 对吧 然后马的名义 离开那么远 到选举的时候要选民说 韩内投票 仇更要投 我觉得这个没道理 所以这一次是蓝营的基本票没去投 在台北至少 我认为有100万票 没有投资权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 但是我说国民党没有奔盘 就像我们加拿大选举 保守党没有奔盘 我们如果记得1993年保守党在联邦大选当中 我们马罗尼政府 他最后下台让我们的司法部长那个女的是我们BC省 做总理来代替这个选举 最后输的只剩下两个协议 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1993年你在加拿大的话 你就知道 陈作律就在这个选区打败这个保守党的 静国保守党的国王护长 所以这个也因为他打败国王护长 所以让他这里进入了内阁 代表华人的那个票 他没做好 这是个人素质问题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保守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他也没有奔盘 他维持了98席 98席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对党的阵容 对吧 你要知道小杜鲁多带领自由党 赢了这次大选的时候 他就35席啊 所以98席有很大的希望 如果加塞丘党这个执政不好 经济保不上去 你不可能永远跟民众自拍 就可以拿到选票 是吧 对吧 马英特会不可能永远在外面跑步 露这个漂亮的马腿 他就可能赢了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并没有崩盘 我们原来担心是国民党崩盘 所谓国民党崩盘 他就变成人为第三党或者第四党 那他就完蛋了 无论是亲民党也好 无论是绿营的时代力量也好 无论是蓝营的民国党也好 如果上来席位都超过国民党的办法 那国民党竟走不起 国民党不像这里的自由党了 他如果能沦为第三党第四党的话 他就笨蛋了 对吧 不要说他内部本来就是分分离席的 但是 他现在仍然是正式的官方反对 什么叫做官方反对 官方的反对就是他随时可以执政的 对不对 只要执政党有问题 他就可以上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尽管国民党是败的 但是国民党败的 并没有败到真的我们讲脱了裤子 所以仍然有留了活种 这个活种 你下次民主选举 不可能用半年的执政党 对吧 但是如果国民党不是改革 不是进步 不是年轻化 那蔡英文可以执政 两届以后 其他的民进党上来继续 继续执政 对吧 那民进党可能在政权上在十二年 十六年 会变成原来的国民党 对不对 这个可能性存在 但是如果国民党图思变的话 能够跟上的话 那我觉得少这四年多这八年 他还是可以卷土重来的 那陈水扁文也不是也执政了八年 对吧 所以这个方面 我个人认为并不用太悲观 我们大部分去看的朋友都很悲观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在民主制度里面 他只要是官方的反对方 他能来有执政的可能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倒是没有太悲观 国民党毕竟不是共产党 是吧 没了 像这个中国天就塌下来 那我觉得问题不大 所以他基本盘 所以他基本盘保重了 至于这三十多个人 怎么来玩 怎么在民进党占据国会多数 时代力量在基本的大问题上 五习一定是跟着民进党走的 清兵党的三席 如果说 如果说 国民党能把他们拒之门外 那么他在议题策略上 他还是会跟民进党合作 对吧 因为宋楚瑜是做事的人 所以我们选前骂宋楚瑜最会握手 实际上宋楚瑜的票跟 周杰伦的票加起来也赢不了 所以宋楚瑜并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反而是宋楚瑜的选举 他的票比 他越战越勇 他比上次多了70%来票 他100多万票 带动政党投票 拿到6% 所以新典党不分区立委三席 是不是 大家不要对这个部分来搞不清楚 我们加拿大马上就要朝这个方向走 什么道理 因为这个底下反应民主 我们现在是一票全英制度 在一个选区 就一个议员 各个党来政策的赢者全拿 对吧 是不是 但是 输的 他的 基本民意支持 没有像他的席位反应的那么少啊 如果我们采取 加拿大采取 政党比例制度 或者说一个选区 两票制度 对吧 那么 以自由党 现在联邦自由党来讲的话 他就不是现在的180多席 他现在就是130多席 所以我们现在说 加拿大采取 能不能在自由党 现在占优势的情况下面 你遵守承诺 进行选举制度的改变 也就选举制度改变 改变什么呢 也要有政党比例制度 政党比例制度最重要是 基于 如果我们强调 每个选民的这一票 是被算的 那么他必须要有政党比例制 对吧 那么他如果有百分之 他输了 但是 你根据你的投票率 你的政党 仍然有不分区的 这一个候选人的名单 可以进入国会 当然那个时候 华人的名单都不能进去 在加拿大 我到他 是不是 那个时候 可能印度人 仍然错过 在前面 因为我们没有影响 我们影响力是 至少在现在 在加斯汀特努的内阁里面是零吧 对吧 我们的影响力是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要看 我们华人为什么为止 至少我们华人要融入这个社会 你将来你不是要一打一地打 有些人很优秀 但他不喜欢选战 他不喜欢马捷 他不喜欢人身攻击 但是他确实有自国才能 对吧 那他就可以被政党网络 进入他的不分区 国会议员的行列 那不分区国会议员行列 他就有一个排名 我们叫安全名单 大家看台湾新闻 许多人都会很confused 什么叫安全名单 安全名单就是考虑到 国民党比如能够得到36%的选票 那36的选票里面就是前十名 一定是安全可以进入国会 根据这个popular vote的量 我可以进选 所以王金平就不用选 但是民进党的党团总召 柯建明 他出来选了 而且还选上了 对吧 那所以他说我经过民意的洗礼了 但是王金平是永远在安全名单里 自己不选 对吧 他在党的不分区 立委的排名领单 我顺便给大家做一些ABC的这个介绍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刚才讲的台北的泛兰的这个铁票区被打破表现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仍然并不是说人家对泛兰 或者说对国民党头痛 而是对国民党的死气沉沉头痛 对国民党的老人专政头痛 对国民党的只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上面头痛 所以今天很清楚 我们看到兵手中 下去了 我们看到 还有谁啊 老的还有谁啊 名字记不得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老的都败下了 这是因为 你们已经out 但是我们看到 在台湾一直被批判的 蒋家 蒋孝岩的儿子 张孝岩的儿子 我第一次去台湾 就是张孝岩的儿子 就是张孝岩的儿子 蒋的第四代 对不对 在台北悬上去 什么道理 因为它代表年轻的方向 人数字也不差 不是很张狂的人 对吧 所以你看 有时候我常常讲 在中国文化里面 尤其在高层的 你看这个私生子 我记得我第一 我去台湾的时候 我看到最尴尬的事情是 张孝岩请我去 蒋美国家就知道我在台湾 把我叫到我来嫁 这两个人是对的 同时蒋家的 因为他不被蒋家所认同 对吧 但是在蒋家的后代里面 我们看到张若 张若她的妈妈叫 就是蒋经国的情人 在江西工作的时候认识了 兄弟两个 一个是东武大学的校长 就是死在中国 在明南还是拿大学讲学的时候 突然心上不放 然后当时两岸还没通行 特地批了一个航式 是从澳门飞的 就是飞过去 接他们回去 接他们的兄弟回去 两岸都很优秀 他的儿子也很优秀 是打听出来的 那么当然当时韦国将军 就跟我讲 他说你看 他就派李登辉的马屁 那个时候他要做 国民党的秘书长 那蒋伟伯跟李登辉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说大家对国民党 真的头痛 大家对外省南军 真的头痛的话 那蒋家的后代 是绝对选择 你说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 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 他已经不把过去的历史恩怨 那么重地放在心里 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要看到这一点 包括日本年轻人 我们这一代 我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 我的教授 我的保证人 我的好朋友 日本朋友 当我父母去探亲的时候 他们都跪在我父母面前 因为我父母是经历过抗战的 都跪在我父母面前 表达 悔罪之意 但是这些年轻人 他没有这个历史负担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 输在 他没有年轻化 国民党输在 老一代的人把持权力不放 尽管朱立伦上去了一个班 国民党荣誉主席这个位置拿走 马英九说 我不当荣誉主席 但是马英九四世都在干涉 朱立伦的工作 连战四世在干涉 吴伯雄四世在干涉 对吧 因为他们是老同志的智慧 老同志的智慧 但是这个时代 发展太快了 老同志 不要强制性地给建立 老同志应该建设性地给建立 对吧 同样我们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们习总 也不希望上面的核心 给强制性的意见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放手干 年轻人放手干 犯一点错误 我们老一代哪一个都是犯错误过来的 对吧 我们的父母哪一个都是犯错误过来的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允许你的孩子犯错误 是不是高点 所以我们看到时代在朝鲜走 国民党输在 他的党文化没有改变 以前把责任怪在李登辉 说害了国民党 后面又怪在王金平说 蓝皮玉补 再后面又怪在宋楚瑜说 你分裂 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都变成借口 最重要是阻挡 国民党内部的改革 阻挡 国民党的年轻化 今天 连圣文为什么在台北市场选举输入给科文哲 理论上科文哲的年龄要比连圣文大很多 对吧 但是科文哲的选举方式 思维方式是年轻人的 连圣文的整体选举方式全部听 国民党老个人再怎么讲他就这么做 你说哪个代表年轻 所以 我觉得不必对泛兰时期献金 也不要认为范略 就真的占据了台湾的自由 而是说我们看到未来台湾 他这一次的年轻的手头足 所谓手头就是第一次投票的年轻人 一百多万 那就决定了多少选区的立法委员的成败 你说对吧 我是一直担心年轻人 哇 这个家伙长得帅我们就投他 对吧 这个可能性有在民主社会里面 接我头上去 花拳秀 除了颜值高以外 脑子不领广 对吧 可能性有 我们期待我们的小肚子说 颜值高 头脑也好 但是这里要加以观察 从目前的施政情况来看的话 好像并不是那样 颜值高就是脑子好 但是年轻人 但是年轻人他在投票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受情绪 受感觉 阻止的 对吧 他不会认真把你的正纲翻几遍 看一看 对吧 当然他会记住说 你把我的学费免了 但是结果一个头没有 对吧 说对不对 你还不起就免了 那保证你所有的大学生 都说我还不起 你怎么想 如果你就要用脑子想一想 这个政策 不可能履行 对吧 怎么能履行 履行国家 首先在教育上面就 就夸大 是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年轻人最重要 他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成年人 要跟他们分享 跟他们讲逻辑 把我们的经验 作为一顿参考 让年轻人在投票的时候 年轻人对着干 那你查 他一定跟你是逆反 所以我们为什么 在讨论周子余事件 对吧 那个艺人 黄安 在大陆 要挥个国旗 那挥个国旗有什么问题 他是公民 他拿着台湾护照 他挥国旗 难道有问题吗 我觉得大陆 也不应该认为他有问题 是不是 郭台铭也是拿着这个 马亦丘也是拿着这个 对吧 都是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操作 这个操作到底谁操作 黄安这个检举 是谁操作 谁又把这个阵性做大 我觉得绝对不是 中共高层的意思 中共高层脑子没有简单到那样地步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确实有 一百万票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年轻人 蔡英文最担心的 就是年轻人不出来投票 因为立法委员选举 总统选举你都要回到家乡去选 他干嘛要花一张张车票 我请一面晚上台北这个 晚会参加一下这个票 这个钱对吧 抽钱 我为什么要回去 所以蔡英文最担心的是 台湾百分之六成到七成的年轻人都在台北 就像东京百分之六成到七成的人 主要的年轻 最后一的年轻人都在东京 一样 如果选票 投票人他不回去选的话 那这场倒是费的 那么谁激发他们回去选了 那就是周子瑜 事件 把他们激怒了嘛 对吧 但是 我总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还是很可爱的 大陆的年轻人 只能跟着欧静明跑 那是很可笑的 对吧 那个小时代 那个电影 你不看 大家都掏钱 是吧 这个最愚蠢的剧本 也没什么任何的主题思想 除了炫富以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 给年轻人画个大笔 空中楼阻 年轻人就风又晚上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的思想深度 比海外的大陆差很多 这是我们担心所在 脑子很好的 那就是我们讲 他精致的个人主义者 这个也很麻烦 没有原则 没有理想 大陆在这方面有反省 至少台湾的年轻人 他有热情 他说我要逃 所以年轻人 左一点 是没有问题 但他对社会要有热情 年轻人 将来可能就是 这个社会发展的希望 没有热情 不是 没有